我比較喜歡簡約點 簡單點 線條簡單點 還有我自己喜歡做運動和跳舞 所以我就要求拍鏡給我做運動和跳舞使用 由於護主想做到一廳兩用的效果 所以設計師在客廳只是放了易於搬動的傢俬 再配合掛牆電視保持客廳原油空間 至於護主在想跳舞的時候 微微移開傢俬 以騰空更多的地方 好輕易就可以做到很多大伸展動作的舞步 而天花板的內嵌燈 除了為客廳保持充足乾線 還不會影響客廳原本的風格 設計師為了配合護主主要做運動的習慣 所以就在客廳這個位置安裝了一塊很大的鏡 本來這裡是有一部牆的 我們為了小的空間大一點 就把夢牆拆掉 然後這個梳化的地方 我們就改成一個地台 這樣就省下大梳化的地方 就可以利用到這個休息的地方 直接可以看到電視 將睡房改造成開放式 坐在這裡看電視又可以 躺在床上看電視都可以 塞了 由於我們裝修的時間比較趕 加上我們和設計師又要多點溝通 要令他知道我們想要什麼 但是雖然是這樣 設計師都非常合作 跟我們很多溝通 聽我們的要求 以及都給了我們意見 所以在這個裝修期間 我們相處都很融合很愉快 書房的貼牆鏡面到頂櫃 不單只可以增加房間的空間感 亦都可以為家居提供可觀的衣物收藏量 可以擺放擺設的書桌燈 以及後面壓低的櫃頂 都可以成為額外的儲物空間 掀起書桌面 格子營的收納位和鏡面 搖身一邊成為一張梳妝桌 其中有一件事我想說 在鋪地磚的時候 已經鋪了一半 但師傅覺得地磚的顏色不太一致 本來我自己是接受的 但他們也覺得不太合理想 所以他們重新拆了 再和我鋪回 我很感謝他們這樣做 我覺得他們做事很細節 而且品質很注重 而石手間就用最經典的雲石設計 高貴之餘有意於打理 一舉兩得 雖然我們裝修的時間很短 很趕 但我也很感謝他們 裝修設計師和工人都很合作 在合約期內很準時地交到樓給我 我很感謝他們 下次裝修會否再找回他們 當然會 我這次裝修 很感謝設計情報公司 提供了服務給我 我下次會找回他們 並且我會推薦給我的朋友